車陣插隊 國道駕駛最抓狂 開車上高速公路 最怕碰到哪種違規駕駛 我在台灣人家插路來 那些人真的很沒有禮貌 而且又危險 就是有人插進來 然後又煞車 就是有點差點撞到 沒有打方向可能就是玩切車 那非常非常危險 搶車或就是那種任意操車 就是他開車的時候 車子很不定 就是我們不知道該怎麼 怎麼跟他保持安全的距離 這樣會讓人覺得感覺很難 國道公路警察局統計發現 各種違規駕駛行為中 以車陣中強行插隊 最令用路人受不了 其次是走路間讓人抓狂 第三名是大型車或歸速車 沒行駛外側車道 第四名是大型車B車 大型車加裝LED燈 太刺眼則是第五名 盤裝的話你看的話 其實眼睛會很不舒服 我開好好的 為什麼你還要過來挑釁我之類的 會靠邊然後讓人攻擊 這來車怎麼這麼沒有水準呢 塞車然後又歸速 我比較不能忍受開很慢 因為一般的高速公路都會有速限 那地域那個速限就很容易造成塞車 國道警察表示 內側車道為超車道 沒開最高速限孔埃乏 若遇到事故 只能往右邊車道閃避 駕駛通常也難以即時反應 針對五大違規項目 未來將加強取締 呼籲民眾可提供行車記錄器畫面 檢舉違規 東新聞綜合報導 早就好 晚安 後來